先把总扣11条扣掉最后一条的这个罚则之外 还有扣掉第一条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条文之外 事实上大概就只有9条的部分 那再扣掉我们刚才提到的两条的这个关于医务的部分 剩下大概就是7条的部分 去说明一些操作的一些过程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第三条部分 就是申请提审 他应该要以书状或言辞成名 那当然病人他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去陈述 也可以用言辞的方式 我们可想而知 当被拘禁的人 他可能未必一定有机会 有办法用书面的方式去做一个陈述 那陈述的内容 大概基本上他包括自己的姓名 性别 还有出生年月日 这些身份的部分 还有他的所在地居所 另外就是 如果是别人去申请的时候 那就应该要记载 他被逮捕或拘禁的人的这个姓名 还有他的一个性别 各方面可以辨认他身份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要说明他被逮捕拘禁的原因 还有时间还有地点 那这部分你说这个被逮捕拘禁的人怎么会知道 那因为我们前面要做了一个告知 所以原则上他会知道 那再来的话就代表拘禁的机关 还有他执行人员的这些姓名 受申请的一个法院 还有申请的一个年月日 这些大概都是在整个一个书面的申请 就是申请这个提审的书面来讲 要包含的内容 那前面的部分我们刚才讲了 他可以用延迟的部分去进行 然后由书记官来帮他做笔录 这个大概是相关的规定 那第四条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提到的是法院自己的一个分工的部分 那以目前基层卫生法的适用部分来讲的话 在法院来说 主要是由家事法庭这边来做一个审理 那如果是以传染病防治法 这相关的一个案件来讲的话 目前是以行政诉讼庭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就是审理 那申请之后 当然法院他应该要在就是24小时之内 就应该要向这个逮捕拘禁的机关 就是发提审票 把这个被逮捕拘禁人 把他提审到这个法院来 而且应该要通知这个逮捕拘禁机关的这个上级机关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裁定驳回的 不过我们前面有提到法院原则上是不能驳回的 或者是不能以管辖权的理由去拒绝 那哪些状况可以去采取所谓的驳回呢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这样的逮捕拘禁 他是法院所裁定的 比方说监狱的这个受刑人 他是法院所裁定的 那像这个部分 当然他就不能算是提审法的适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 有其他法律规定 他可以及时去使用他的救济权利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审法的一个适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被逮捕拘禁的人 他已经恢复自由了 在提审票报的时候 他已经 已经自由了 或者是被逮捕拘禁的人 在提审票报的时候 他已经死亡 或者是说 他没有逮捕或拘禁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那像这一些都是我们在整个法院 他可以裁定驳回的这个部分 那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法院在整个驳回的理由中 不能够用他没有管辖权的部分来做驳回 这个是在新的立法上来讲的话 立法委员特别强调的部分 那再来的第六条部分 大家主要谈到的就是提审票中间应该记载的事情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被提审人 就是等于是被逮捕拘禁的人 他的一些身份的这些姓名 性别 或者是可以辨识他身份的这些特征 这个大概是要提审的对象 这个一定要确定 那再来的话就是应该要解交到法院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大概就是一些 基本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内容 那正本的部分 就是送到这个逮捕拘禁的机关 然后同时也要怎样 也要告知这个就是申请人 还有被逮捕拘禁的这个人 申请人如果跟被逮捕拘禁人 是同一人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同时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发提审票的法院 跟他应该被解交的这个法院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在不同地区的法院 他收到了 那他的管辖区应该301个法院 那这两个法院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那提审票的正本呢 就应该要连同提审卷宗 整个一起把它送到 应该被解交的这个法院 这个提审票跟这些卷宗 如果是必要的时候 那在第六条中也有相关规定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电传的方式 包括传真啊其他方式去取代 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卷宗的本文送到这样子 那被逮捕居纪人他被提审到法院来了 就法院对这个部分的审查呢 那法院应该要根据他的这个 被逮捕的合法性来做一个审查 那合法性当然就包括他的原因 还有他的一个整个流程的部分做审查 那当然了这个原因的部分 他涉及到相关的专业程度 所以在做这样的审查的时候 法院可能他会需要申请人 被逮捕居纪的人 或者是逮捕居纪的机关 甚至有相关的第三人 他来做一个相关的陈述 好提供法院做一个 可能在原因上面的一个判断 不过目前来讲 就实务上的经验来说 法院可能多数还是会采取 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审查 也就是说在整个程序上 是否是合乎整个一个 法律上的规定 这大概是目前在实务上操作的部分 那法院审查之后 如果认为说不应该逮捕居纪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应该要立即放人 而且呢 这个逮捕居纪的机关 他是不能够再提一个 就是不服这样的一个申请 那如果认为说这样的逮捕居纪 他认为是合理 也就是说申请人的理由 他认为不合理的时候 那他可以裁定就是驳回 然后把这个被逮捕居纪的人呢 就是把他送回原本的 这个逮捕居纪的机关 关于这样的裁定呢 这个如果是释放这个被拘禁人的话 那这个逮捕居纪的机关 他是不能够生命不服的 如果说这个法院的裁定 对于这个申请人的裁定 他是裁就是是驳回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基于这个救济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申请人他在收到这个裁定书之后 10天之内他可以说明理由之后 再抗告到这个上级的法院去 那抗告法院他如果接到这样的抗告 他如果认为裁定是应该要释放 那当然就是释放 可如果说这个上级法院他接到这样的申请 他最后裁定还是驳回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在整个诉讼上的经济考量 当然在规定上 就立法委员在规定上面呢 他就认为他不得再抗告 那这是大概在第10条的部分的规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传统 就是在精神科病患的一个处置上来讲 其实从以前就是由 专业的这个专科医师 就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来做一个直接的认定 然后就做一个强制住院 一直到后来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些修改 试图在专科医师的认定之外 我们多加了一个就是 类似在法院上面 或者是英美法的一个陪审 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用审查会的一个角度来做一个审查 然后最后来做一个就是病人强制住院的一个决定 同时也给他一个事后的救济权利 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概会发现 像这样的一个人身自由的限制 事实上他并没有提供到一个就是即时的一个救济 所以会有新制的一个提审的一个制度的一个上路 那从这整个的一个发展上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在医疗上从过去 就是由整个医师决定一个治疗 一直到现在慢慢的把整个治疗的权利转向到病人身上 那也透过法律上的一些修改 而去渐渐的保护病人 他本身在整个就医上面 他的一些基本的人权 就是自由的这个权利 那这整个发展来讲 我们可以知道 也可以发现 就是病人在整个一个自由的一个保障 是越来越多 那也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样的关注 那在医疗上面 可能会碰到很多一些法 规定上面的问题 那在法上面来讲的话 就法律上来说 也会涉及到很多医疗上面专业的判断 那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做一个整合 我们从这个法院的介入 还有整个一个审查会的一个建立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现象 那也希望说在未来 整个一个病人的一个权益上面来讲的话 尤其在人身自由这个重要的权利上来说的话 会有更多的一些 包括法学跟医学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交流 然后做出一个对病人最有利的一个就是一个决定 以上大概是我对这个就是提诊制度 还有我们精神科强制住院这个部分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